那么在实际的应用当中呢 我们一般的时候是既要考虑一个价值型的指标 同时呢也要考虑一个效率型的指标 综合去看一个项目是否具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可行性 首先我们把指标按照静态和动态进行分析 首先看一下静态指标 静态指标呢包括这个四个指标 什么投资利润率指标 投资回收期指标 常债能力指标 还有就是常债回收期指标 那么首先我们看一看第一个指标 投资利润率指标 投资利润率呢它是一个静态指标 同时它也是一个效率型指标 我们根据效率型指标是绝对指标的前提呢 我们就知道了投资利润率也是一个绝对指标 为什么说效率型指标它是一个绝对指标呢 因为我们效率指标它只能衡量我们资金的利用率 但是它不能够衡量我们能够获得多少的现金 例如我们投资一个1000万的项目 能够获得200万收益 那么我们的利润率是多少呢 是20% 如果说我们其中有一个项目是10万的项目 获得了5万的收益率 那么我们的投资收益率就是50% 这个时候10万的项目 其实它的投资收益率呢 是比100万的项目要更高的 但是在实际当中 我们是有100万的资金 所以说我们不可能去投资一个10万的投资项目 从这个角度意味着这种效率型指标 它呢是不能作为一个相对指标的 它只能作为一个绝对指标进行使用 它的评价标准呢 就是我们计算出投资收益率之后 然后与行业基准的投资收益率 然后进行比较 如果高呢 然后它就是这个项目是可行的 否则呢 这个项目是不可行的 那么投资利润率 它的这个优点和缺点呢 我们怎么分析呢 其实可以根据它是一个静态指标 是一个效率指标 还是一个这个绝对指标 然后对它的优点缺点进行一个统一的划分 那么这是它的一些计算公式 然后呢 这是几大类这个投资利润率指标 有总投资的 还有涉及到资本金的 总投资的呢 分成两大类 一个呢就是营业税前的投资利润率 营业税后的利润率 资本金的呢 也是两大类 一个是所得税前的 一个是所得税后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根据 它是否扣除不同的税 然后来判断 我们应该去选择哪个指标 进行考虑 静态回收期 这是第二个静态指标 它呢 静态指标没有问题 它也是一个绝对指标 绝对指标是什么 就是我判断你这个投资 回收的时间长短 来决定你是否 就是可行 这个项目 它的计算公式呢 就是我们用一般说 用PT来代替 计算公式就是 累计现金流正值的年份 减掉一 加上一个分数 这个分数 分子就是上一年的 累计现金流 然后它的一个净值的绝对值 因为有可能是负的 然后比上当年的 现金流净值 那么这个公式 我们怎么去理解呢 我们可以看这个例子 这里面呢 就是列出来一个项目 它是一个五年期项目 然后它的净现金流呢 每年都列出来了 第一年是负一百 现在是我们投资了一百 然后一到五年呢 是前四年是三十二 然后第五年是五十二 然后我们是不是可以 计算它的一个 累计现金流的净值啊 净值发现出来之后 我们看第四年 这是不是就是 首次出现累计现金流 为正的年份啊 那么年份减掉一 是不是就是四减一等于三啊 加上上一年末 累计现金流的 就是这个绝对值 然后比上当年的 现金流净值 其实也就是说 上一年末 那些还没有进行 回收的资金 我们在今年需要花 多长时间进行回收 净态回收期怎么计算呢 就是四点一 加上四比三十二 就是三点一二五年 我们再拿它 跟我们行业基准进行比较 如果说行业基准 高于三点一二五年 那这个项目就是可行的 然后反之呢 它就不可行的 所以说它是一个绝对指标 然后第三个指标 就是常见能力指标 其实就是什么 我们投资的收益 能否偿还我们 所借的款 以及利息 它呢 也是一个静态绝对指标 因为你能还款 才说明这个项目可行 你不能还款的话 那你这项目是不可行的 那么评价标准呢 它不是一个值 而是一个区间 就是你处于这个区间的话 那么呢 你这个项目就是可行的 最常见的是什么呢 就是资产负债率 然后流动比率 速度比率三个指标 然后他们的这个 合理的取值范围是什么呢 资产负债率 要在60%左右 就是我们负债 这个不能过多 如果说超过百分之百 那就是什么 资不抵债 对吧 流动比率 在什么范围呢 一般说是在百分之二百 但是流动比率里面 流动资产 是不是还有存货呀 存货的变现能力 是很差的 所以说呢 我们把存货去掉 再重新计算 就可以得到一个什么 速动比率 那么速动比率呢 它的常债能力比较强 在百分之百左右 就可以了 所以这是 我们常见的一个 偿债指标 后面呢 还有备付率 备付率呢 就是说我们的盈利 能否来偿还我们的债务 或者利息 这里面呢 就涉及了两个指标 一个是利息备付率 一个是 偿债备付率 备付率指标 其实跟前面都是类似的 就是我们的 收益 能不能偿还这个 利息 然后在 偿债备付率里面 我们可用于 偿还借款的 这个资金来源呢 不仅包括我们的收益 还包括什么 折旧和贪销 这个也是可以 用于偿债的 备付率指标 一般用于什么时候 我们的利息是固定的 我们每年要偿还的 借款是固定的 主要是 它是适用于 已经给定了 借款期限的 这种情况 就是指标越高 那么说明呢 我们的偿债能力 是越好的 第四个指标 其实就是跟前面的 静态回收期是类似的 就是借款偿还期 其实就是我们的借款 需要花多长时间 可以进行偿还 那么计算公式呢 其实和前面是类似的 然后指标的性质呢 静态绝对指标 也没有问题 是吧 所以我们这呢 就这个 这是它的计算公式 我们这呢 就是不需要说太多了 它的比较基准呢 也是和行业的 借款长发期 然后它的均值 进行一个比较就可以了